轰杆,你不能这样这样,这样被顾客看到 你知道雨伞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对吧? 可我没有 我给你我的车回去,这样就不会再发生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野猫 今天我们要玩一款新游戏,Dead Play 这个游戏我也是在HIO上面找到的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 不过游戏好像是在一个餐厅里面的故事 这游戏是虚构的,可能有以下的内容 血腥暴力同类相识 上下左右是移动,Z是互动 X是取消,Shift是加速 那按Z继续 第一个吧 要叫称一下 哦,你真的来参加培训了 也很准时 虽然勉勉强强 这是个非常抢手的职位 你应该庆幸自己 甚至还能有人教导你怎么赚钱 你的简历显示你在服务业做过很多很多工作 所以我想你已经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尽管我选择忽略你获得新职位的速度 唉,在7年的时间里 从事28份服务业工作 想想就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再多小5秒,印象就更差了 但对于这次的工作 霓虹可能已经知道如何让客户就走 前往柜台并将其放入相应的表中 请注意纠缠人数 你不希望一大群人挤在私人领域 两人桌? 让他们坐下 干得好 他们会花点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供应 一旦他们准备好了 他们会放下菜单 你就可以去看看他们了 我们今天供应什么? 是的,顾客不会挑选他们吃的东西 相反,我们有严格的菜单 每天都会更换 如果你看了采访 你就会知道 我略读了一下 嗯 哦,可以了 接收他们的菜单 一份开胃菜 拿到他们的餐券后 把餐券送到窗户和门之间的标记处 那就可以把餐券送到厨房了 无论你点了什么 厨师都会立刻开始工作 但请记住 他们会按照甜点配在煮菜和开胃菜的顺序 优先坑润 如果时间过长 不要纠缠和和分散任何厨师的注意力 再进去 再进去 订单完成后 他们会放在窗口找到他 领取订单 并将交期给库克 拿到了开胃菜 谢谢 然后我们要还有一个 谢谢 等他们吃完开胃菜 你回去时 他们会再点餐 不要让他们久等了 три 盛开摄 一个主菜 一个主菜 好 等待 我先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好麻烦哦 等他们准备好结帐后 请到柜台后面的进行结帐 这是你的钱 获得200欧元 大多数顾客会要求全套开胃菜 配菜主餐跟甜点 等他们吃完饭 一定要把桌子收干净 我不想让客人觉得我们热七八糟的东西放在外面 好 诶 怎样互动啊 清理 垃圾已满 你无法清洁吗 那可能是垃圾箱满了 回厨房检查 垃圾桶就在后面的右边 好的 是呀好像是这样了 如果你无法清理桌子 那就意味着残渣无处可去 把垃圾拿到厨房后面的小巷里丢掉 出去 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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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应该可以了 清理干净了 我让你自己接待下一位股客 好 一人一桌 开位差一个 它这个没有显示前后左右会让人很乱 你们有外卖和货提前预定的方式吗 不我们没有 哦 谢谢你告诉我 干得好 但也要注意语气 我不喜欢客户认为我们的服务不专业 当然我不是专业人士 确实 确实 呵呵呵呵呵 有个主菜 啊啊啊 按错了 时间太长了 我要走了 哎 哎 那人走了吗 他们可能期待的是快餐级别的速度 总之 我们不喜欢他们来这里 好消息是 他们还得为自己的饭菜付钱 但是如果一位值得尊敬的顾客 失去耐心离开 他们很有可能不会留下任何小费 也不会再为任何餐点买单 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才符合你最佳利益 这样下去就会出现一个死盘子 除非另一张桌子想要这个顺序 否则你就会被扣桃困住 直到你把它扔掉 一个完美的晚餐就这样浪费了 将其放回垃圾桶 好吧 扔掉了 做得很好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但现在你似乎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 你准备好了吗 现在你已经接受了适当的培训 可以开始实际工作 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 开煮配田 如果你需要我 我也在后面 祝你好运 开煮配田 好 第一天轮班完成 你获得了轻冲卷 一台旧电室 公寓里最贵的东西 萤幕部分已经破裂了 但仍可看到图像 我上后会处理的 总有一天会 到处烧焦 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卖片了 到处烧焦了 加热剩菜 你最后烧了他们 我应该坚持吃外卖的 这生活白痴耶 一匹码 这是一辆机行车 但你每次骑他去上班时 你都把它当成一匹码 凌乱的衣柜 破旧吉他 地面上有你未写的情书和歌词 我正应该把它写完 一盏灯 灯泡好像坏了 好吧 打电话给他 给谁啊 看来他很忙 该不会是女友吧 通读目录 我可以 可以增加时间 垃圾桶增加 然后这个是 那个小tips 现在是五块钱一小时 好吧 我人呢 粗暴了 保存 结束这一天吧 第二天 开始轮班吧 对不起我迟到了 对不起对不起可不够啊 这可是第二天的 而且你已经 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个样子 我以为在雨中快速骑车会让我骑得越干 但结果只是让我试着更快 红干 你不能这样这样 这样被顾客看到 你知道雨伞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对吧 可我没有 我给你我的车回去 这样就不会再发生了 哦 谢谢啊 但是 那你没有他怎么办 我住这里 你那所餐厅 我的公寓在楼上 哦对了 这么说的话就说得通了 有问题吗 不 只是 这不令人担忧吗 就像如果大楼出了什么事 一切都会 荡漾无存 如果你有足够时间胡言乱语 那你就已经准备好工作了 呵呵呵 嘿文师我想问你一件事 是 祖厨 呃 祖厨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我怀疑你来这里的第二天 是否有足够空闲时间和我说这些话 是的 但我觉得很无聊 而且我也没看到你做什么啊 我爱監督 厨师们应该把我的菜肴准备得完美无缺 如果稍微有偏差 我就会介入 事物有点苛刻不是吗 很抱歉 答到你的提问 但你知道这么早就问我这么多问题 对你的工作前景不利吧 感觉好麻烦 你会的蓝莓煎饼 打电话 怎么好像都一直在忙 集完记录的盒子 我迫不及待的想在他再次来访时 为他演出这些 我知道他一定会喜欢这些系列的 也许他这次他会保持清醒 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 他的女朋友 不喜欢他 我们现在赚多一点钱先 哎呀 抱歉 垃圾桶里有东西 我想把 袋子扔到地上时 他可能裂开了 我想他割伤了我 我发现我没有扔掉任何不该扔掉的东西 我不认为 我可以收拾残局的 我只需要一秒钟 蛤 为什么 你不必答应这些 其他人会收拾的 让我看看你的手 我不能向客户提供这种服务 下次小心点 好 轮帮完成 你获得了虾仁墨 与意大利面 你的身体开始感觉发痒 你的身体开始感觉发痒 按下尝试 刮叉 抓痒吧 怎么感觉 是因为 那个垃圾桶的事情 还不够还不够 是梦吧 开始轮班 开工了 开工了 嘿 闻思 你想问什么 你单身吗 为什么这么问 我不知道 我只是好奇 我是说 你一定有很多女人吧 当然 那么 你没有看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吗 听着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这里挖脚什么 嗯 我只是在想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大部分时间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别人工作 你实际上不做菜 你的财务方面足够稳定 你就不能找个经理来管理这个地方吗 我经营这个地方不是为了钱 你知道的 我在这里有实际的利益 这是让我安心的地方 追随 琐碎的爱情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琐碎的爱情 如果不是别人 这一切也是为了谁呢 如果没有妻子的话 还一直与你分享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自己拥有还不够吗 唉 随便吧 加薪吗 那么是否定还是 对了 是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不会得到加薪 唉 为什么需要别人分享 这是给一个女孩的 她叫曼农 她应该本在 本周末之前就有足够的资金 但只要再多一点 就可以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 你赚的是小费 做好本职工作 你就能做好工作之外的任何项目 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 她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 当然不是 我的意思是有一点 是的 但她并不挑剔什么的 她值得每一分钱 她都值得 当我能让她知道 她对我有多重要时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唉 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我认为 我为这家小餐馆的成功 付出了毕生经历 是的 但你喜欢吗 什么意思 对吧 对一个声称自己是这家 餐馆自豪的店主来说 我不认为 我真的 你知道的 并没有看到你做饭了吧 那你呢 我 我是说 真的能赚钱啊 在此之前 你做了什么 我怀疑你 想以服务员为生 呃 我 我想是在学校里 学了一些东西 哦 你去那里干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 你肯定会取消我的 你不需要太担心 没有比现在更尴尬了 是啊 我说的就是这种话 好 就这些 你认为你是谁 嗯 我向你道歉 主厨 就一句对不起 这他妈不适合 对吧 你认为我的厨房 能接受这样的菜肴 不能 主厨 那为什么这样制作他 我不知道主厨 我一定 你不知道 我忘了 我抱歉 主厨 一些面粉放在炉子旁边 我害怕 被烧焦 别在我的厨房里给我顶嘴 你这该死的猪 如果你打算成为一名 半正经的厨师 那么你就没有令人幸福的理由害怕 如此之类的东西 烧焦了 继续控论 如果你不能遵守简单的安全规定 那将是你的过错 是 主厨 我听不见 是 主厨 我需要休息一下 快回去工作 太恐怖了吧 草莓蛋糕 好 结束这一天 为什么不能 移动 什么意思 古龙水增加客户耐心 装备 哦 装六冰鞋 增加轮班时间 只能装备一个 增加 那个小 增加垃圾容量 火柴装备 火柴是为什么 我们先装备火柴吧 火柴是为了什么呢 嘿 闻思 嗨罗 天哪 你看起来糟透了 昨晚睡得好吗 我做了个噩梦 是的 我知道了 你需要问什么 你在读什么书啊 餐厅评论 他说了什么 他提到我了吗 他们没提到你 没有 哦 该是 他们不懂得感谢好服务 我 我猜不行 你能休息一下吗 我有点累了 为什么 我才没吃吗 这是因为 不算了 嗯 我 不 我没带 我没带 我没钱买任何东西 哦 我想我可以让你吃 10克没吃完的剩菜剩饭 真的吗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可以 但你最好比那些审查的顾客 更喜欢吃这些饭菜 并感谢我费心费力的 喂你的 馋 跟剩饭 等你下班了 这些盘子最好填的一层不染 否则这些饭菜都得从你的薪水里扣 好吗 是 先生 你有喜欢食物吗 并非如此 听起来很不坚定 好吧 我能挑选的东西不多 这不是答案 我猜 柠檬 柠檬派吗 柠檬馅饼 不 只是柠檬 你怎么能 忍受只吃生柠檬啊 它们不是很酸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味觉 可以看到厨师装饰吗 还是什么原因啊 不是 不 我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品尝食物的能力 什么 真的吗 怪不得你做的菜吃起来那样子 你一定是个很糟糕的厨师 我做的菜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先生 你呢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我必须选一个吗 听起来很不坚定 好吧好吧 我猜 我女朋友喜欢吃什么吧 我就吃什么 这也不是答案 台北柠檬好吧 没关系 800欧元 不够了 还是过了 还能偷气哦 噪音似乎来自冰箱 一个橱柜 里面装满食谱 睡单 配料表 看来他自己做了所有预算 小餐厅开业当天的照片 几年前的餐厅评论简报 好评如潮 评论家似乎对小餐馆的未来充满期待 男女的肖像 这个女人看起来与文师惊人的相似 应该佳人吧 话框堆积了大量灰尘 本周报纸 有一篇关于小餐馆的评论 文师对食物进行了很长的描述 并富有注视和词谱更改 以回应 本周的菜单显现出希望 但是我不能对服务生说同样的话 在我的桌子上服务的工作人员 非常不专业且傲慢 虽然可能是一件事情 但令人惊讶的是 我习惯了 La Grille de Satu 的非常专业的员工 而且我担心这可能是显现出 小餐馆在招命过程中的品位和修养 文师似乎潦草的写下了 关于服务员的全部笔记 OK 所有员工预算表 字太难看了吧 垃圾桶 但是 似乎还有揉成一团的囤书 和可爱的字条被扔到垃圾桶里了 均为M的签名 诶 一段结束了 今天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调查到那个冰箱啦 看窗外 窗外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每次都 结束这一天 又来了 我在哪里 为什么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诶 哦 哦 那火柴到底有什么用啊 真正在轮班时间好了 嗨 你好 曼农 是你吗 什么 哦 我是 对不起 我以为 没关系 怎么了 你今晚有空吗 诶 我站在我的公寓举办一个晚宴 想问问你是否有空 哦 你是这个意思啊 呃 等等 你是在邀请我吗 是是还是否 有啊 当然 但在此之前 我想问你关于 几分钟后到 我想我可以当面问问的 这感觉就像进了老鼠陷阱一样 也许我应该放弃 第二天早上告诉他我出车祸了 很好 你成功了 嘿嘿 是的 我来这里 物理一一上 哇 超级兴奋在这里 不会想在任何地方度过这美好的夜晚 你不要那么激动 进来吧 好的 那请原谅我的打扰 好 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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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 icias